亚哥是圣经当中很美的一卷书 这卷书里面讲到一对男女非常甜蜜的互动 今天的经文第一章第三节这边讲 你身上有芬芳的香气 你的名字散发新香 女孩子怎能不爱你呢 这就是讲到一个男生身上的香气 其实现代人还蛮注重身上的香气 因为大家都不喜欢汗臭味 所以有很多的人现在开始 尤其是男生也使用香水 让他自己身上的香味可以是很好的 而我们身上的香味会跟你身体本身的气味 结合成一个独特辨识你这个人的香味 而这边讲到新香之气 就好像是神身上也会有这样的新香之气 神身上的新香之气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良善 神的慈爱 神的恩典与一切美好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就好像这个女生一样 我们喜爱神身上这个新香之气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要更加的靠近 有谁能够不爱这样子美丽的慈爱 这样一切美好的事情呢 所以就好像这个女生一样 愿我们生命当中也能够更多的追求神 追求神这个新香之气 祂一切的美好与祝福 让这新香之气也能够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换下来